孟宏伟被软禁北京郊区,习旧部接任公安副部长组图,看中国记者董灵山综合报道,10月7日中国方面宣布失踪的国际刑警组织原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因涉嫌社会目前正接受调查美媒,趁孟宏伟被软禁在北京郊区而接替他的公安部副部长职位是曾经长期在福建工作的邓卫平。 孟宏伟被软禁在北京郊区北京当局7日深夜宣布孟落马后8日凌晨身兼国务委员的公安部长赵克志,主持公安部党委会议,通报了孟宏伟收受贿赂,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的情况。 会议要求公安部官员要认识到孟宏伟案件的严重危害,彻底肃清周永康于毒,等会议还透露公安部已成立工作专班查处。 与孟宏伟共同收受贿赂官员,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9日引述一位知情人士,披露孟宏伟目前被软禁在北京郊区一处。 由专人开手拘禁孟宏伟的手法,与其他被捕高官相同其多名部下一手牵连,但具体情况不明。 目前该事件显得非常神秘,无人得到真相。 习近平救部邓卫平接任公安第三把手网络图片,新公安副部长是习救部孟宏伟,在中国公安部中本来排名第三,名列赵克志部长和王小洪副部长。 后面10月7日公安部官网显示,孟宏伟资料已经消失。 孟宏伟接受调查,接受调查,两天后10月9日公安部就发布消息,宣布将由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的纪检监察组组长邓卫平来接替孟宏伟的职位公开履历显示邓卫平生。 于1955年1990年11月任福州市古楼区委副书记,1993年8月任福州市郊区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1995年11月任福州市静安区委书记,1998年9月邓卫平,先后担任福州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党委书记,福建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党委委员,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等职。 2014年11月调任广西出任自治区纪委书记,2015年3月任公安部纪委书记,党委委员,次月兼任公安部督察长,2016年11月改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组长。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1990年4月至1996年4月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由此可知,习近平是他的老上级。 另据BBC中文网报道,孟宏伟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目前由该组织高级副主席,来自韩国的金正阳,金正恩, 元代理11月3阿联酋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选出下任主席习多宁新信接管公安部,目前公安部高层中胡锦涛,习近平的亲信赵克志与王小红,分别任公安部长与常务副部长,新任副部长邓卫平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副部长, 许甘露,也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副部长孟,庆丰是习近平浙江旧部如今习阵营人马出任公安部一、二、三把手等要职,标志着习阵营已接管曾被周永康等将派长期掌控的公安部有分吸衬,随着孟宏传的落马公安系统,势必引起一场大地震,或又会出现一系列的大清洗, 相信接下来周永康的余读,将再一次被清剿或有更高级的官员被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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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